AZ疫苗即将抵台最快3月 超过30万名医师人员优先施打 不过如今却有医师发文表示 比起AZ医护更想优先接种的是 辉瑞与莫德纳 好几个国家打AZ疫苗 医护人员得到的副作用太明显了 让他们需要请假好几天 这些消息越来越多的同时 其实就会影响医护人员施打的信心 三款疫苗比一比AZ疫苗保护力相对低 且各国频传施打后出现高烧头痛等 严重副作用 反倒是莫德纳与辉瑞保护力高达9成 副作用却相对轻微 指挥中心的施打方式是第一剂和第二剂 只隔一个月 临床试验就发现这样子保护力 可能是只有六七成 是要隔三个月才会有八成 那如果要隔三个月 不如就等三个月打莫德纳疫苗 因为我们疫苗并不是强迫来施打 那当然国家有责任随时去监控 相关疫苗的这些不良反应 然后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 医护对AZ疫苗有所担忧 就怕正式开打出现巨打潮 指挥中心将持续关注加强沟通 让全民都能更加安心 大家新闻 中子云科兴志台北报道